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在那里 在我实际处理音讯之前 我已经制作了时间线序列的副本 这将使处理后进行比较变得容易 但如果您出于任何原因需要返回未处理的音讯 这通常也是一个好主意 通道1是BOOM话筒 通道2和3上是0加话筒 用调杆作为参考 将其他话筒与它对齐 因此 我将选择轨道2和3 即Less 然后确保参考轨道设置为依序1 这是我们的BOOM 相位设置提供两个选项 频谱和急性 顾名思义 急性会在适当的时候翻转急性 以纠正遇到的任何差异 这样做的一个潜在缺点是 在较低频率下仍可能发生抵消 频谱选项可以校正特定频段中的差异 这些差异可能与参考轨道意向 我将使用此模式 对齐可以是静态的 也可以是动态的 静态可以在麦克风处于固定位置的情况下工作 但涉及四处移动的吊杆麦克风 动态都是最佳选择 选项可以使用聚饼处理音讯 默认情况下设置为疫苗 这是一个好主意 如果您之后需要修剪或交叉弹入弹出 现在我只需要点击渲染 我要提到的事实是 这个2.1更新 包括改进的演算法和原生 Apple Silicon兼容性 从进度条中可以看出 Otolime Post目前正在分析剪辑 如果我们缩小 它会将是肩轴上的音讯 替换为新渲染的版本 让我们来听听结果 为了进行比较 这里再次是原始音讯的一部分 我们刚刚用Otolime Post 2.1 在Premiere Pro中使用它的选项 意味着 在进行编辑时 可以听所有的麦克风 而不必语书撞绿波斗争 在这个阶段 对其他的时间确实很有意义 特别是如果你在整个编辑过程中 必须做几个小时 这就是Premiere Pro中的 Otolime Post 2.1 有关更多资讯 请查看Production Expert博客